请问继续 22号第74届联合国大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举行一般性辩论 那中方代表在辩论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权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阐述了中方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立场主张 严正驳斥个别国家的不实之词 及其借人权问题干涉中方内政 在联合国挑起对抗的做法 中方指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权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 中方一贯认为在国情多元文明多样的世界里 各国有一些差异和分歧完全正常 关键是要通过沟通增进理解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通过交流加强互进 针对个别国家近期在联合国就涉疆涉港党问题 对中方无端指责 张军表示 企图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拒绝 各别国家总有人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 热衷在人权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 发号施令 放眼全球 恰恰是这些人是多边主义和国际责任 如无误 以总总借口大搞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频频退群毁约 我们奉劝有关国家平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潜伏思维和恶劣行径 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的糊涂事